在网上看到一个特有意思的帖子 有一个人说没有房贷的下属太可怕了 因为你骂他他敢顶嘴 听起来很好笑 可是却引来了数万人点赞 有一个评论说 无车贷无房贷无后贷 所以没人能拿捏得了我 虽然我看不到他说话时的样子 但是我仿佛能看到他潇洒自如的神态 还有一个评论说 怪不得一入职领导就催我买房买车 还有一个网友说 领导的薪水比我多五倍 但是却过得比我凄惨 我和他说 这就是你非要买房买车娶老婆的报应 平时对我好点 不然把你的宝马刮了 我突然觉得这些网友很可爱 很洒脱 还有一个评论呢 我工作三千多一个月 工作不高兴我就辞职 反正下一份工作还是三千多 谁离不开谁啊 最让我佩服的是另外一个网友 他说 如果你不想从领导那里得到钱 或者职位 那他就是个屁 这些网友的评论给我的感觉 首先是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洒脱 是一种幽默 但冷静之后想一想 其实更多的是无奈 我想这些评论的网友也未必都没有房贷 因为没有房贷的人 恰恰是体会不到没有房贷的幸福 没有房贷的人 更大的可能是羡慕那些身背房贷的人 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而那些真正有房贷的人 平时被房贷所累成了房奴 苦于房贷久矣 在工作中处处受领导拿捏 处处忍气吞声 狗言惨喘 才会羡慕那些没有房贷的人 这是一种无奈 当然也可能有一些网友 其实也想身背房贷 只是可惜连身背房贷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你至少要有首富啊 于是就选择躺平放弃 还表现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其实是另一种无奈 也是一种鱼死网破的心态吧 言下之意就是 没房就没房 至少落得无债一身轻 多少有那么一点阿Q的影子 可是阿Q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阿Q的问题 因为换任何一个人 只要他有阿Q一样的境遇 都会成为阿Q那样的人 有人说房子是刚需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不这么认为 因为说房子是刚需 那是建立在需要结婚生子的前提下 如果把一切都看淡 房子真的还是刚需吗 只要有住的地方就行 是租还是买又有什么分别呢 现在的年轻人认为 很多人之所以抱怨挣得不够花 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 把自己一生一多半 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 都用在了房子上 只剩下一小半那当然是不够花 如果没有房贷 即使工资只有三四千块 也能过得很潇洒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急于结婚 那就是因为结婚生子和买房 其实三者是捆绑在一起的 要么都选 要么都不选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几个负担 选择逃避 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 如果没有房贷呢 一个人的生活无非就是吃饭睡觉玩手机 只要不谈恋爱 也就没有更多其他的开销 父母有房子的就跟着父母一起住 父母没房子的呢 就租一间便宜的房子 反正也没有女朋友 没人会嫌弃你住的差 等到了一定的年龄 符合标准了 还能申请个公租房 即使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三四千块 吃饱穿暖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早饭一顿十块钱足够了 午饭一碗炸酱面或者牛肉面拉面 盖焦饭也要不了二十块 晚饭随便吃点 二十块也足够了 一天才五十块 一个月也才一千五 如果自己做饭呢 还能便宜不少 所以这么算来 一边是没有任何压力的生活 而另一边呢 是按照大多数人眼中正常的人生轨迹 按部就班的活着 但不得不背负一身压力 究竟选哪边 年轻人一下子拿不丁主意 犹豫不决 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 我突然想起来啊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一句话 他说房价太低不好 因为房价太低 并不利于年轻人奋斗 这么看来 这位经济学家 还是很了解年轻人的心理 他是觉得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可是蹦一蹦 能够够得着的压力 才会产生动力 如果蹦三蹦都够不着的压力 只会产生一个医院才有的术语 放弃治疗 猴子看到树上的香蕉 他会努力跳到树上摘下来 我绝对相信 可是每当月缺的时候 猴子为什么不跳起来 把月亮当成香蕉摘下来呢 因为他知道他永远摘不到 猴子的智商虽然没有那么高 可是也没有那么低 先聊这么多吧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